而中国警方毫不食言 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这位收入微薄的工人 一次性兑现了25万元悬赏奖金 其中20万为公安部发布的数字 5万元是三亚市政府承诺的奖励 镜头中 这个身材略显瘦削的中年男子 在广大媒体的见证下 获得了由警方悬赏的20万元现金 以及三亚市政府所奖励的5万元现金 他就是发现马家绝的魔的司机陈贤壮 之后他还从悬赏金拿出了4万元 交给了马家绝案的4个受害者家庭 那么陈贤壮士如何发现杀人狂魔马家绝呢 马家绝又是如何被警方抓捕归案的 2004年春节刚过还没几天 一场震惊全国的云南大学生杀人案 震惊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该案 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 证明连杀4名室友的凶手竟不知所踪 2月23日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机关 接到报案后立刻走访调查 最终确定该案的凶手为马家绝 可是偌大的昆明市竟毫无他的踪迹 即便是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周边的几个市 依然没能找到他 这下警方有些坐不住了 之后他们立刻制定了第二方案 一方面加大搜索力度 另一方面也向广大群众搜集线索 不久 各大媒体上的偷条新闻都是有关于马家绝悬赏信息 马家绝也由此变成国内A级通缉犯 悬赏金额高达20余万元 当时警方本以为发动群众的力量后能迅速将其抓获 可等了将近半个月 依旧没有传来半点信息 但全国人民都在密切关注此事 生怕马家绝四处逃窜塌地进行连续作案 这样的双重压力无意中给警方增加了破案难度 虽然破案一时之间进入了胶着状态 但好在一个多月后 一通来自三亚的举报电话 给办案人员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你好 是警察同志吗 我在这边的公园里发现了一个长得很像马家绝的人 还请你们赶紧过来把他抓住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的举报电话 瞬间让全体民警重燃信息 他们立刻出发赶到对应地点 在举报人的指示下 不出十分钟就将犯罪嫌疑人马家绝抓捕归案 当警察用手铐将马家绝扣住时 他满身污垢 头发乱糟糟的 根本看不出曾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 民众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警方也长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他们就要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 而警方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同时 也关注到了举报者陈贤壮 他是三亚的一名普通模的司机 2004年3月15日这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在三亚市河西区招揽乘客 当他到达当地的某个公园时 发现垃圾桶边正坐着一个衣衫蓝绿的乞丐 出于好心 他走上前去想给他点吃的 可没成想 那个乞丐竟慌张地躲开了他 匆忙之间 陈贤壮撇到了他的长相 虽然没能仔细看清楚面容 可那恶狠狠的眼神 却让陈贤壮吓得一机灵 不知怎么的 他立刻就想到了前段时间全国轰动的马家决案 出于谨慎 他立刻找来报纸 对比了两人的长相 果真就是他 因此 陈贤壮偶然的一瞥给警方办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事后 警方也按照承诺 奖励陈贤壮20万元现金 三亚市也奖励其5万元 可马家决犯案后 是如何从云南跑到三亚而不被人发现的 种种疑问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 逐渐呈现在警方面前 而中国警方毫不失言 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这位收入微薄的工人 一次性兑现了25万元悬赏奖金 其中20万为公安部发布的数字 5万元是三亚市政府承诺的奖励 2004年 云南大学学生马家决连杀四名室友 逃窜一个多月后 在三亚被抓捕归案 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察回忆 马家决被捕时 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 整个人就像刚从垃圾桶里捞出来 浑身散发着恶臭 从2月23日案发现场被发现 到3月15日被捕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马家究竟经历了什么 又是如何跑到了海南三亚的 有关于马家决案 在当时那个网络并不发达的社会 都能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 足可见其影响之大 短短三天 四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消失于马家决手下 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案发居然直到9天后才被发现 很快有关于马家决作案的具体时间 在警方的不断追踪中也逐渐明晰 据马家决交代 2月23日是其作案结束后的第九天 也就是说 他在2月14日左右就已经把人杀害 三天后 也就是2月17日左右 他开始了自己为期一个月的逃亡 其实早在实施这宗凶杀案之前 马家决就已经在网上偷偷地找了一些资料 包括半假身份证 制定逃跑路线等 所以在犯罪后 他第一时间按照既定计划迅速出逃 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发现他早就不见了 2月23日云南大学寒假结束 学生们陆续返校 在打扫的过程当中 有人总能闻到 马家决所在寝室传出的阵阵恶臭味 可寝室里压根一个人也没有 终于一些同学受不了了 去找管理人员打开了房门 一开门 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伴随着地面流淌的不明液体 人们迅速锁定了臭味的来源 是宿舍的衣柜 几个男同学嫌弃地走上前去 骂骂咧咧地打开柜门 然而眼前的一幕 直接让他们吓得腿软 四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就这样七歪八扭地 被塞进了衣柜里 由于天气上气寒冷 尸体并未出现严重腐烂 后根据警察调查 最终确定凶手就是同寝室的马家决 然而 此时的马家决已经逃到了三亚 由于不敢明目张胆的白天逃亡 他就在2月18日半夜 乔装打扮后乘车逃到三亚 在这里 他无亲无友 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只能一边隐藏身份 一边当乞丐 白天 他就跟路上的乞丐一起 专门到垃圾桶旁边 捡人家吃剩的剩饭剩菜 不仅如此 他还要小心翼翼地遮住自己的脸 以防被别人认出 到了晚上 他也无处可去 只能随便找个公园或是桥洞 勉勉强强地凑合一晚 但尽管如此小心翼翼 3月15日这天 他还是被陈贤壮认了出来 举报电话拨打后的10分钟 警察就找到了他 可想象中的恐惧或是害怕并未出现 马家爵只觉得一身轻松 终于不用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犯罪嫌疑人终于落网 而远在云南的4名受害人家属 还在苦苦等着一个交代 而中国警方毫不失言 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这位收入微薄的工人 一次性兑现了25万元悬赏奖金 其中20万为公安部发布的数字 5万元是三亚市政府承诺的奖励 这是2004年 警方兑现25万元悬赏金 奖励发现马家爵的 摩德斯基的真实影响 可作为一个重点大学的高材生的马家爵 本应该有光明的前途 为何却要杀害4名同学呢 直到现在 人们依然还不清楚 马家爵真正的作案动机 因为他的犯罪有着太多的矛盾点 若说他是一个残忍的人 可他却放过了唯一一个 曾经帮助自己买饭的林峰 若说他是个仍有着一丝良知的人 但他还是把暂住在宿舍里 与整件事情没有任何关联的堂学里杀害了 对于这样一个矛盾复杂的人 警方怎么也摸不着头绪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手上确实沾满了4位同学的闲血 案发前 他与同学邵瑞杰等人一起打牌 只因为邵瑞杰不痛不痒地嘲笑了他一句 你怎么打牌还玩假的 人品也太差了 怪不得公伯生日都不叫你 正是这样一句 听起来像是开玩笑的话语 却深深刺痛了这个内心极度自卑 甚至到扭曲的人 毫无疑问 马家爵虽然在学习上有着过人的天赋 可他本人的性格却是非常内向 对于任何一句话都能敏感到极致 而邵瑞杰的这番话 无疑是燃起了他心中抱负的火苗 卖锤子 制定杀人计划 一切工作都在他的预想之中进行 一场可怕的报复行动 即将拉开帷幕 首先 马家爵想要除之而后快的 必然是曾多次嘲笑他的邵瑞杰 但非常不巧的是 曾经一直在校外租房子的唐学礼 为了省钱 就搬回了马家爵所在的寝室 这让马家爵一度犯了难 但还是选择一不做二不休 以防自己暴露 短短三天 唐学礼 邵瑞杰 杨开宏 龚伯 四个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断送在马家爵的实锤之下 而为了防止别人发现 马家爵还专门买了黑色塑料袋 小心翼翼地将尸体包裹好 以防蓄液流出 然后藏在自己寝室的衣柜里 最后 去法庭的路上 他终于说了一句话 我也希望是死刑 不要无期徒刑 如果是无期徒刑的话 我的父母在家乡就永远抬不起头了 2004年6月17日上午9点 马家爵案最终落下帷幕 罪犯马家爵被实施枪毙 即刻执行